大家好 我是麦克德摩特 为您带来本次焦点预测 今天与我连线讨论英镑美元货币队的是 Smile Global管理公司的加勒特·戴维斯 明天我们将会获知英国央行的利率决定 您对本交易周末的英镑美元汇率有何预测 这一切发生在英国的事情 在其经济 还有英国央行的声明中 都会被市场完全地忽略 因此我认为英镑汇率应该会低于1.65 肯定是低于1.66 中期来看 您预测英镑对美元会下跌至1.64 在苏格兰独立公投之前 我们看到英镑出现大量的抛售 回北克的独立运动是否也会造成家园的变动 您对汇率的长期预测如何呢 我认为这两种情况相差甚远 对于英镑的预测与家园的预测不同 而且我们预期英国央行开始升息的话 会支持英镑汇率 如果苏格兰独立公投被否决 英镑会回升 中期来看 我们认为可以再次看到汇率达到1.67水平 长远来看 只要加息的周期开始 汇率将会达到1.70 如果苏格兰的公投支持脱离英联邦 我们将会面临不安全和不确定性的汹涌大浪 这会对英镑是一个关键点 也是当前英镑遭遇抛售的原因 苏格兰确定独立的话 肯定会对英镑产生重大的影响 货币将会被抛售 汇率也会跌到1.63以下 但之后英会逐渐地恢复到1.64至1.65 肯定会低于目前的水平 因此目前大家都在关注英镑的动向 同时市场内充满了不确定性 加勒特 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各位观众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敬请继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